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因为在我们那个地方飓风 虽然据说烈度不如几年前的3D 但是它造成的损害比3D要大 在这次飓风中我们停了电 而且网也停了 连手机的网络都停了 现在到今天为止 铁路上说有300多棵树倒了 他们还在进行工作 今天我想讲两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是关于美国对抖音开刀 实际上是华盛顿鹰派想在美国大选新的种种产生之前 展开一轮攻势 通过这一轮攻势结束 或者是结束中国和美国在前30年建立起来的 这样一个全球化的合作关系 使得这个最后它不可逆 剥离的过程不可逆 第二呢 我想讲一下 最近林郑月娥呢 这个宣布在9月份 香港本该进行的立法局选举要压后一年 我想说呢 他压后一年本来是想保证建制派 或者亲北京的议员能够当选 但是实际上使得北京呢 这个不管选举输还是赢 北京都是大输特输 先讲第一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如果是前天讲的话 本来我是想说这个拿抖音开刀只是第一步 实际上美国的华盛顿鹰派是希望通过 拿抖音开刀祭旗 接着展开一系列的攻势 使得美国在互联网和高科技的领域中间 和中国实现剥离 那么这昨天呢 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讲话 是证实了本来我在前天应该讲的这样一个判断 那么美国禁用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软件 或者是要做剥离 它的理由是什么呢 这个它的理由是两个理由 我们先说一下呢 他当时的李开复先生 就是原来他实际上是生在台湾 在美国接受的教育 后来在大陆谋求个人的发展 而且在中国大陆的互联网领域中是个有影响的人物 那么他在抨击美国政府 这个禁用抖音或者拿抖音开刀的时候说呢 这个美国拿抖音开刀 与中国禁当年的谷歌不是一回事 他说中国当时呢 对谷歌开刀的理由非常明白 依据的法律是什么 事实是什么 那么为什么要禁用抖音 而美国为什么要禁用这个谷歌 或者为什么要谷歌要不能让谷歌这么去经营 但是呢美国对拿抖音开刀呢 既没有事实也没有相关的依据 李开复先生的这个说法 显然呢是不合事实的 因为美国政府在解释 拿抖音开刀说的非常清楚 因为抖音这样的社交软件或者这样的一些应用软件 包括后来他们宣布的在互联网上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都是在三个层面上维护美国的利益 第一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 第二美国的商业公司的机密 第三就是美国公民的隐私 那么美国的国家安全呢 是因为美国政府官员或者美国一些为政府工作的人 如果下载了这些软件或者使用了和中国政府的 在背后能够操纵的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些软件和互联网的话 那么将会使得美国的这个政府呢 会得到一些秘密会得到泄露 比如在此前的时候 美国曾经有个律师提出来 如果要是有一个美国的军人使用抖音 假如他在他带着他的这个番号 这个抖音了 当然嘲笑的人说 那是个猫在唱歌狗在弹琴的一个软件 但实际上呢 因为大量年轻人使用他之后呢 独自觉得不经意的会把一些信息泄露 那么也许顺着这个胸盘 中国政府可以知道 这个美国的这个军队 这个士兵所属的这个部队会驻扎在什么地方 他当然举这个例子就说明呢 那么如果要是允许抖音在美国自由的发展 会造成这样一些安全威胁 那么这样的话 美国政府呢 当然这个威胁可以通过美国禁止 他的政府官员和士兵使用他 但是实际上这一点呢 我们也知道美国是个自由社会 那么许多人可能还是一些 特别是一些年轻人 有叛逆思想的 这个不大服从循规导具的年轻人 可能不会遵守他 还会造成这个危险 商业机密呢 主要是在为美国公司工作的一些人 如果假如他在把自己的手机 或者电脑连接在这个他的公司上的时候 同时也下载来自中国大陆的社交软件 或者使用大陆的一些网络服务的话 那么可能就会导致呢 这个东国大陆从内网 可能进入他的这个 进入到他的商业的网络中间 他的公司网络中间会窃取一些机密 但是这两个呢 其实都还可以通过禁止这个自己的公员呢 或者政府的官员为政府服务的人呢 这个使用抖音 来这个在至少在他这个设施手机上 不要用这个 但是公民隐私这一点呢 确确实实没有办法防止 因为抖音呢 如果你注册了抖音 使用抖音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你这个公民 就会把你的一些信息 让抖音的公司所掌握 那么有人说 如果把服务器放在美国的话 如果不放在中国 但是即使放在美国 如果要是中国政府要求 美国的这个抖音的公司 交出后台的钥匙 并且呢 安插他的雇员 在安插他的人 作为抖音的雇员 在后台操作 他仍然可以拿到相关信息 而且他不需要抖音 或者这一类社交软件的公司提交报告 他可以直接搜集的信息 因为有的时候呢 他也不相信这些全球化中间 到外国谋求发展的这些公司 他们认为他们 其实后面我要讲 其实他们也认为 他们可能会为外国的利益出 或者为外国政府 所以他们到底要搜集什么信息 在某种上也不让他们知道 所以通过这个呢 他们可以自己去搜集信息 那么我们知道 中国政府 比如在长期有这个传统 比如在社会科学院 在社会院工作人员都知道 凡是涉外的这些研究所 比如像西非索尔亚等等 他都有一个副所长 实际上是安全部的 或者在安全部兼职 或者就是安全部的专制人员 那么还有像一些 涉外的公司 都一些安全部的人 以这个名义在工作 在90年代的时候呢 诸外媒体曾经有过 这样的规矩 就是比如你是 这个哪个报纸 在海外你有两个 你要是有诸外记者名额的话 一般一个记者呢 是这个报社的 另外一个记者呢 就是安全部的利益 所以在这方面 中国有这样一个传统 那么特别是这个在中国的国安法里 要求公民必须要在这个国家安全需要的时候 要提供配合 而且有具体条文说 要提供网络呀 或者技术方面的服务上的配合 所以使得呢 中国在法律上就规定了 这个中国政府是可以利用这些私营公司 去做这些事 而那么李开复先生 其实完全清楚这些 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去说呢 我自己啊 以我对李开复先生 这样的一个群体的观察来说 其实他们早先也不是这样 当中国政府去公布 他所说的这些名文的法规受呢 李开复先生 他们实际上都是持反感态度的 因为做IT的人 本来是希望网络自由 就是从赚钱角度来说 一个自由的网络赚钱 会比一个受控制的网络更多 更何况呢 他们本身受美国的教育啊 就来自台湾中华民国这个背景 他们本来应该是对自由 热爱是超过对专制管控的 这个 但是他为什么今天要站在这个角度说话呢 就说明他已经自觉或不自觉的 接受了在长期的受压制的环境中 接受了中共的这一套管制 并且把它看作是理所当然的 甚至看作是合法的了 那么这就其实到从另一个角度 印证了美国政府或者华盛顿 鹰派对这些社交往来自中国大陆的 这个担心 我在上一次讲的时候 我曾经讲过 在美国司法部长巴尔 在7月6号的讲话中 说到了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中共领导的这个政权呢 已经威胁到了美国人民的生活方式 实际上他讲的生活方式就是制度 他具体的举着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呢 就是苹果就是这种高科技公司 在美国 还有就是叫百老汇 这些呢 好莱坞 好莱坞的这些这个影星 或者这些制片商们 他们在美国 在美国政府面前高昂着自己的头 要求自由 绝不配合政府做任何的事情 而且认为自己是美国自由的标杆 代表美国自由的高度 但是另一方面 中国政府用他手里的资源和市场 让他们乖乖的去服从中国政府的审查 去服从中国政府的需要 而且呢 把这些东西内化成了自己的一些规则 自己认为理所当然的一些规则 那么巴尔还讲到了 这个巴尔部长还讲到说 当中国政府 当这个美国政府试图去制止 这样一个倾向的时候 这些人不不但不帮助美国 政府不但不去谴责专制政府 对他们进行的这种无理的 这种不合理的这样种干预 对自由的干预 相反 他们呢 屈从于专制政府的淫威 反过来对自己的政府施加压力 要求自己的政府 尊重他们的自由 就是尊重他们给中国政府当奴隶的自由 那么在这一点上来说的话 其实呢 李开吴先生这样的一个看法 就是我想他是 发自内心的 因为确实呢 他说的描述也是个现实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 巴尔部长所描述的这样一个现实 就是中国政府已经威胁到 美国人民的生活方式 即使你是美国注册的公司 即使你在美国非常自由 即使你在美国可以不听政府的 但是你要服从中国政府需要 而且当中国政府这种不合理的需要 这个跟美国政府发生冲突的时候 你可能不但不去反对中国政府的这种专制 保证相反呢 帮助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做斗争 而是为了保住自己在中国大陆的机会和资源来源 所以这就是呢 这个我觉得呢 李开吴先生这个辩解的话 是站不住脚 而且呢 在另一个角度证明了 华盛顿鹰派所采取的这些措施是正确的 因为如果长此以往 确实这些互联网上 这个这些事情的话 会威胁到美国的安全 当然我觉得呢 其实比较难 比较难堪比较尴尬的 还是抖音的老板张一鸣先生 他呢 在最近的一个讲话中 这个语言不详 但是透露出来呢 抖音的这个背景啊 其实可能比较复杂 我猜测呢 他想讲的是 这里有商业竞争 有人实际上是利用政治 来进行不当的商业竞争 那么来压抖音 逼抖音呢 在一个对抖音非常不利的条件下 去出售或者改组抖音 这个是不是一个事实呢 就在商言商 确实站在张一鸣先生的角度 我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 这么一个痛苦 这个痛苦是合理的 问题就在于 如果咱们再深究下去 这件事情 还是要问一个问题 那么美国华盛顿鹰派 从国家安全角度来说 对于抖音 或者中国来自中国大陆 社交软件 以及中国的互联网 那么这种管制是不是真的 第二 这种管制 是不是导致了 当他在一个全球化进程 这些公司或者互联网 进入美国时候 是不是也威胁到美国人民的生活方式 像巴尔部长在7月6号描述那样 我觉得这些都是事实 张一鸣先生也应该清楚 这个也是事实 我是不相信 如果中国的安全部要求 李开复先生和张一鸣先生 进行协作的时候 他们不协作 我是不相信的 那么 当然了 也有可能个别的人可以不协作 但是我知道呢 如果他们在商严商的话 什么所谓尊重所在国的法律的话 他们就必须要提供这个合作 因为商人嘛 就是这个在钱上的来说 商人爱钱呢 取之有道 这个也没有什么无可厚非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当中国和美国是不同的制度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确确实实呢 中国政府的这个方式会威胁到美国 其实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呢 就是肯定政务学院的前院长呢 焦斯布奈呢 就提出过一个锐实力的概念 他就说俄国和中国这类的国家 这类非民主的国家 实际上常常用自己的手里资源 去或者这种正常的利用自己的 这种这个经济活动 去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 迫使他们接受政治上的一些要求 用他就把这个形容成一个锐实力 而且特别他利用了自由民主国家 制度上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空间 去做这种操作 锐实力实际上是强调了 这个中国和俄国 那么用美国的自由民主 刚才我讲到巴尔部长 实际上他描述了两个机制 一个机制 当美国存在自由竞争的时候 那么中国政府就可以用他手指资源和市场 决定谁赢谁输 这时候这些自由竞争的压力 使得所有的工资都要先后去接受中国政府的约束 第二个机制就是美国自由民主 当中国政府用这个东西诱惑他们的时候 当他们开始利益和中国政府纠缠在一起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当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有麻烦的时候 他们又不但因为他们没法改变中国政府 于是就跑过来就美国的自由民主 对美国政府直接压力 这两个机制呢是客观存在的 如果这是客观存在的话 我觉得张一鸣先生应该考虑到 其实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业竞争 这确认华盛顿的鹰派是说出了一个事实 就是中国政府在用锐实力在影响着这个 在谋求自己的政治利益 他而在这个过程中间呢 张一鸣先生虽然他谋求这个经济上的利益 或者在致力于发展互联网技术 怎么能够去造福于人类社会 问题是这样的一个动机 或者这样一些做法会被中国政府利用 威胁到美国的这个安全 那么这就带出一个问题 到底张一鸣先生提的问题是想说 美国政府做这些事情到底是为什么 究竟是为了赢得对中国的这种 经济竞争或者技术竞争的优势呢 还是为了制度或者地缘政治的需要 地缘政治需要就是说 他在国家竞争之间 他谋求是国家的胜出 那么这个制度就是说呢 因为中国对美国制度造成了威胁 实际上我觉得这些问题 是在对方上搅在一起了 就是说这里确确实实 中国政府担心 不是美国政府担心 中国政府在某些领域中间的领先 那么这个领先 但不完全是一个经济力上的担心 也不完全这个技术优势担心 他确实担心 一旦中国取得这样领先之后 会进一步的去威胁到美国的安全 所以这是他们现在很担心 这个理由呢 你可以说他是想进行什么 谋求自己的地缘政的利益 但是问题是这种制度上的这种冲突 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但如果要真的要从制度的这个冲突出发呢 其实美国政府最近还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除了我们讲到互联网 对公民隐私 对商业机密 对于美国国家安全的这样的威胁 他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威胁安全的 比如中国政府比较系统的派出了自己的军事人员 那么假这个隐瞒了他们的军事的背景 军事身份的背景 那么去到美国接受教育 几千人呢 向美国去学习 怎么让自己的军队强大起来 而这个强大起来的目标第一 就是要针对美国进行这个进行一些反对 针对一些美国进行一些敌对活动 那么还有就是他们呢 在这个盗窃这个知识产权呢 还有就是他们这个对人权协助呢 在中国国内进行人权迫害 像其实新疆维吾尔的法案 还有这个香港法案说明 美国已经开始认为那些参与迫害的 政治迫害的这些公司都要受到制裁 这个呢面就更比 其实在我看来呀 实际上比前面说对抖音禁止的理由 就更近了一步 那已经不是说你威胁到美国的安全 如果你在中国国内 在中国政府管辖范围内 如果你要是威胁到了中国人 或者中国管辖下面的一些少数群体 地方的这样一些利益的话 或者这样一些人权的话 那么美国政府也要进行制裁 那么我觉得再往下走的话 我觉得其实我们还可以设想 就是如果美国和中国真的发生了热战 也就是说比如在南海 在台湾如果发生冲突 那美国还可以再进一步的援引出新的依据 这就是资敌罪 就说那些凡是参与过敌视美国活动 以美国为敌 或者协助中国政府 做了敌对美国的活动的这些人 和这些公司都要受到制裁 这个呢也不是 就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就是当美国 就是我们讲有马格尼茨基法案 马格尼茨基法案讲的说 如果在这个另外一个国家里 参与人权迫害的人 要在美国受到制裁 他不能到进入美国 而且呢 他如果在美国有资产的话 将会冻结 实际上马格尼茨基法案呢 在我看来是一个多余的 因为美国实际上在这之前的时候 他的这个关于移民和签证的有关法规 就是联邦的第八套法规中 已经有了规定 有个有几种行为是不能进入美国的 而且他要受到制裁 其中有包括参与过政治迫害的 还有就是比如在这个国内 在这个他的国家中犯过罪的 还有一个就是参与过 这个对美国造成过重大利益损坏 或参与过反美活动 敌视美国活动的这些人 也要从严审查 如果他们要进入美国的话 那么依照这一条说 我觉得华盛顿应该往下走 他们可以把参加过反对美国活动的人 还有这个敌视美国活动的人 那么他们也可以列入制裁的这个范围 而且呢 我觉得这一点 特别是在发生了热战的情况下 那么因为当美国和中华人中国处在一个战争状态 哪怕局部军事冲突情况下 就会他这个理由就会更加充分 那么其实呢 我觉得这样一个局面如果出现的话 那么他会给中国人 就会给这些在全球化 参与全球化竞争的中国人 会带来比较大的尴尬 那我们知道张一鸣先生就很尴尬 其实不是张一鸣先生 像所有这些致力于学习美国技术 而且呢发展这个互联网 或者发展科技在全球化竞争中间呢 去做这样一些企业家 他们是首先感到了这样的一个尴尬境地 我个人认为啊 我是不相信中国政府那一套野蛮的 专政的暴制的暴政的做法 张一鸣先生会喜欢 对吧 我们知道他是今日头条的 他也是今日头条老板 内涵段子下架 那么好的一个段子 内涵段子下架 当时也是中国网民的 特别年轻网民普遍的反感 张一鸣先生呢 你说他会喜欢中国政府吗 他不喜欢 所以这些其实 因为我自己跟许多这些互联网的大V啊 也都曾经是一些朋友 也有过接触 他们肯定非常讨厌中国的这种专制 对互联网的管制 互联网实际上 它的发展是需要越流通越好 这个越自由越好 但是中国政府这种做法 包括防火墙 防火墙 即使从谋求经济利益来说 对他们也是一个伤害 所以他们不喜欢 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办法 所以他们接受了这些东西 现在呢 美国政府要对中国政府强势反击的时候呢 他们好像成了中美冲突的一个牺牲品 但是这个要仔细想下来之后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尴尬呀 就在于说如果要是美国政府能够 他们在美国政府特别是如果发生热战 美国政府要对这个中国政府 比如跟中国政府如果有合作的 跟中共共产党有合作的 都要禁止进入美国的话 那这要使得要站队 那么其实他们的这个尴尬 这个情境在某种意义是 几乎是所有这些海外华人的一个缩影 就是说这些在全球化进程中 来到了西方自由民主世界的 这样一些华人将会在未来的中美冲突 或者美国引领的自由民主世界 和中国中共领导的这个 暴政腐败管辖的中国的冲突中呢 会处境尴尬 因为美国的冲突等于是逼你去站队 如果你不站在自由民主世界一边 那么你站在了中共这边 你就会受到制裁和封杀 受到制裁和封杀这个当然 你就会这个你就会失去自己的发展的 很大的机会 那么另一方面 你要是被自由民主世界接纳 实际上说不定你站队站到这边 而实际上 实际上呢 我觉得如果将来中美两国 其实应该说 中共也一直惩罚那些 跟美国打交道的人 也怀疑他们有一个政治忠诚性的问题 那就是而且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越来越向着这个方向 像比如像王纳明首相 查海外关系啊 对出国和进出啊 进行强制管制啊 在这方面 其实中共做的比美国要严厉的多 厉害多 我就不明白 李开复先生 为什么他会说那番话 好像中共比美国好似的 那所有在全球化竞争的中国人都知道 中共比美国要不讲理的多 那么在这方面呢 如果你得到了美国的接纳 反倒就提供了一个证据 证明呢 你好像跟美国 在中美冲突中 你站到了美国一边 于是中共可能要对你进行迫害 那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 如果你对中共表了忠心 你愿意给中共做一些服务 那么换取了你在中共那儿的继续生存 就从另一个角度让美国 让西方自由民主世界看来呢 你站到这 所以将来呢 我觉得其实不是张一鸣先生 或者像中国这些进入全球化市场中的 这些公司的企业家 整个的海外华人世界 都会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尴尬境地 就是你要站队 你在这个站队中间呢 你要选择继续 你要想继续自己的事业的话 实际上我们知道 在全球化进程中 谋求不论是到美国来谋求个人发展的 包括来自福建的呀 广东的呀 温州的草根人 还是这些大的企业家 依靠中共 然后到美国市场融资 谋求在学习美国的高科技 然后反过来反补自己国家的发展 实际上都是在全球化竞争中间 是在两个国家中间 要获得一个发展的机会 那么这样的话都会要面临一个战队 就会很尴尬 那么但是呢 最后这个前景会怎么样呢 到底我刚才讲了 我特意用这个词叫华盛顿鹰派 其实华盛顿鹰派 既然是华盛顿鹰派的话 那么就说明华盛顿还有鸽派 实际上我觉得未来的中国的前 这个中美的这个关系前景 以及华人的这个处境呢 取决于两个大的因素 这个政治学上说呀 从来不会用中国或者美国 这样简单的词去描述中美的冲突 就是他实际上一定说 因为美国在国内是有一个博弈过程 因为美国是利益多元 思想多样意见多样的 那么他们一定是在中美关系中的 每一个政策取向上都有这样的 每个利益计算都有得失 所以他们之间 也在这个自由民主之中 会有那些博弈 在这些博弈中间 最后决定了他们的对华政策 另一方面呢 中国实际上也是有不同的取向的 比如我刚才讲到了 这些参与全球化进程的企业家 实际上是跟那些五毛啊 粉红啊 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 其实包括任正非先生 他们这些人 其实对西方世界的感情 是跟那些五毛和粉红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 这个中美两国国内怎么博弈 最后可能会决定 这个中美关系的这个取向 究竟会走向何方 那么我们先看美国的博弈 实际上美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一开始 中美开始发展合作关系的时候 这个合作关系呢 其实并不像这个蓬佩奥国务卿呢 这个简单的在当在这个7月10几号的 7月13号那个讲话中说那么简单 美国呢 一个松说 美国呢 这个不能够长期的让一个这么大的国家 在全球范围之外 这个不符合全球安全的这个利益 那当然我 我也同意这个判断 因为你的这种长期的隔绝 只能隔绝出一个西朝鲜 一个北朝鲜 已经让国际社会很头疼了 要那么大这个西朝鲜 当时已经有核武之处 那将来可能 他还会有自己的一些发展的 可能会给人类社会再来更大麻烦 所以呢 要把这个社会 要把中国给他弄进来 弄进来之后呢 实际上他的接触战略 开始也不是说这个就是简单的 就是要对共产党进行迁就和妥协 而是说要诱发变革 那么当然彭票 这个现在看来已经失败了 但当时情况没那么简单 真正让中美两国走到一起 大家都知道了解 就是因为在冷战的后期的时候 美国确实面临着前苏联很大的压力 当时也不像后来现在 因为冷战呢 这美国全面胜利告终之后 人们都以为好像这场胜利呢 是理所当然的 其实这个也不是 在至少在八十年 在七十年代的后期 当中美两国要开 七十年代初期 中美两国要合作的时候 美国当时一方面是 深陷在越战的泥潭中 另一方面国内被反战运动 还有人民权运动等等 整个社会已经撕裂了 那么这个时候 他们需要呢 跟中国合作来对付苏联 特别是要尽快的结束越战 从那里撤出来 然后在经济上 在各方面都可以使得 美国能够喘一口气 在这其实才是一个 当时中美走到一起的大背景 而这个背景呢 现在基本上呢 已经消失 另一方面 中国已经替代前苏联 成为美国一个 比前苏联还要危险的禁敌 为什么呢 华尔部长也解释了 在这之前的时候 我刚才也说了 在这之前的美国的敌人 无论是法西斯 还是前苏联 都有两个清晰的 地缘政治集团 在进行对抗或者博弈 所以绥静也罢 还是冷战也罢 它都是有两个清晰的 地缘政治集团 但是中共呢 它是在全球化竞争中 跟美国变成了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了 所以你说中美要进行脱钩 美国的这些反对脱钩的人 或者认为不可能的人 总说中国和美国 现在已经缴到一起了 不可能分离 因为这种分离 会给双方都会带来 很多的痛苦 或很多的一些强势力 集团会有很大损失 问题就在于呢 我觉得华盛顿的鹰派呢 它是看中了一点 就是说 当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的时候 谁也没有办法 去拒绝这个东西 所以呢 美国其实在这个 冷战结束之后呢 接着就一场 关于中国问题的大辩论 就是当时一个叫维主派 一个叫接触派 维主派就认为呢 如果让中国 因为当时苏联的威胁没有了嘛 如果让中国这样一个国家 继续持续强大下去 它至少会在东亚这个地方 挑战美国的政策 就是关于这种势力均衡的政策 那么另一方面呢 接触派就认为呢 中国呢 实际上虽然看起来 它孤立的感觉很强大 但是它周边国家 如果加起来都跟它不友好 都有领土啊 历史上这种纠纷的话 实际上它指的位置 地缘政治位置 并没那么优势 所以美国呢 只需要呢 在中间 在它和周边国家的 冲突中间 占有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去引发中国变革就可以 而中国才有很多的内政问题 当然双方呢 后来的我觉得 这个维主派呢 后来又变成了 就是这个叫屠龙派 那么这个接触派 又变成了叫拥抱熊猫派 那么这两派呢 争论呢 就是实际上继续了 原来的争论 但是这个争论呢 没有这个中美两国 确实在这个权力化中 就越来越走到一起来 那个屠龙派就逐渐的被边缘化 那么这一次 我觉得屠龙派呀 或者美国的英华人的英派 强势回归 以安全作为理由 这个确实是 这个一个很好的切入契机 因为我在另外的一个场合 我讲过国际关系啊 有四大话题 一个是国际安全的话题 就是当两国家是不是有战争啊 地缘政上是不是互相对抗啊 是有没有这种制度上 对抗中有没有制度根源呢 等等 第二个呢 就是经贸话题 第三个话题呢 就是人权话题 第四个话题是全球合作的 比如像这个环境啦 资源啦 还有像这个气候啊 还有像共同打击犯国际犯罪啊 还有像开发什么海洋啊 合作开发海洋太空啊等等 像这样一系列的话题呢 其实第四类话题 肯定是强调国际合作的 第三类话题呢 那中国当然和俄国俄罗斯是属在一个被审判的角度 那么美国是在这方面 实在一个这个比较这个有主动地位的 第二类话题 经贸话题呢 历来冲突过 其实自由民主国家这些冲突也不少 但是这类话题实际上是越打越热乎一般 因为如果经贸利益不搅在一起的话 实际上就不会去打架 有点像夫妻两人不结婚呢 这男的和女的可以相互尊敬 结了婚才会这个叫这个勺子和锅去打架 那么所以呢 这个但是呢 只有一类话题实际上是可以导致这两个国家走向对抗 这就是安全话题 而我刚才讲了前面讲了 其实美国华盛顿鹰派就是这个在抓住了安全的话题 那么做了一些文章 所以现在呢 使得呢 这个华盛顿的这些鸽派实际上说不出什么道理来 而且呢 一旦国家安全 特别是如果热战发生 那么有了敌对的 就另外一个国家站在美国敌对的这个角度的话 这个呢 所有的美国的公民都要 或者美国的力量都要为了安全 做出自己的让步和牺牲 为了服务于这个 但是在这方面呢 我觉得华盛顿的鹰派现在占上风 有人寄希望于呢 美国的大选能够改变这个情况 我觉得这个很难 因为你可以看出美国的这个实际上 他的这个外交政策和美国的所有的政策 实际上都在sable debate 就是说在这个公民的这种争论中间 他得到发展 而且呢 一般来讲 下一任总统的这个政策 要基于前一段时间 这种争论产生他的这个政策 那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华盛顿鹰派提出了一整套的理由 说共产党对美国造成了威胁 但是华盛顿的鸽派实际上 他们提不出什么反驳的理由 也就是说 这样的话就使得下一任的总统 就是下一任产生总统 也很难去扭转 华盛顿鹰派现在造成的这样的局面 而且特别是我们看到 实际上美国现在两党和上下两党 就是他的参众两院 在对待中国政策上都有一个高度的共识 这就说明鹰派还是很成功的 如果你注意到蓬佩奥国务卿和川普总统 讲法还是有不同的 川普总统在讲到中美的分歧的时候 他说实际上前一段时间 他说中国人占了美国很多便宜 但他说中国人干得很棒 只是我们这些前面总统太坏太笨 他们叫中国这么棒的人给占了 他要出来之后占了便宜 他上来之后他要扭转这个趋势 蓬佩奥不是这么说 那么因为按照川普总统的说法 等于是美国内部实际上是有不同的东西 蓬佩奥就说中共利用了美国的善意和自由 这两样东西 当然他也强调利用了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和智慧 那么这样才产生了今天这样的一个锐实力 那么蓬佩奥总统实际上这个说法 就是力图打造美国的两党共识 他没有去指责谁 他是指责中共 所以在这点 华盛顿鹰派会继续这么做 而且我相信之所以蓬佩奥国务卿和前一段时间 比如像巴尔部长 还有叫IBI的局长 还有美国的国防部长 这一系列的 还有他的国家安全顾问的 这个一系列讲话 实际上就是华盛顿鹰派 希望在明年的大选 在今年十一月大选结果出来 特别明年一月份 新总统就职之前 通过一系列的这种快速的这种攻势 使得呢 这个中美两国实现一个剥离 这样的话 使得这个呢 这个新总统上来之后 也没有办法再回到原来的这个情况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策略 那么在这方面 我觉得他们的理由非常的强 非常有数 至少对美国人民很有说服力 而对从他这个参众两院的这个高度共识 和两党高度共识 我们可以看到 好了 这是美国国内的博弈 实际上我觉得现在看来不大容有解 中国呢 我觉得中国在现在好像也不大有解 那首先呢 本来这个局面造成 就是因为习近平造成的 就像这个彭斯副总统 在第一次讲话中 最后他列举了美国那么多分析之后 他说如果回到邓小平这儿来 这个事就就没事了 那么但是现在看来呢 回到邓小平那儿也不行了 因为这个因为呢 美国现在提出来 邓小平当时就是要韬光养晦 那么习近平现在的两个 第一呢 中国的发展已经确确实实 使美国感受到了 如果中国现在可以对美国做一些挑战 第二习近平确实要对美国进行挑战 而且在很多地缘政治上 比如台湾问题啊 南海问题啊等等 都进行了一些这个实质性的挑战 并且习近平强调要回到初心 回到共产党的最初的那个制度上的 这些说法都使得美国赶到中美两国之间 其实没有办法在太平洋 没法在这个地球上 共同的去发展了 而中国的发展实际上 就不但是基于损害美国的经济繁荣 而且是威胁到美国的这个制度 和美国的生活方式 我前面已经讲到巴尔部长列举了两个机制 一是利用美国企业之间的竞争机制 导致美国企业呢 可以不听他的政府的 但是必须要听中国政府 接受中国政府的暴政的统治和指示和管理 第二呢 他是这个 而这些公司 如果一旦中美两国有了一些麻烦的时候呢 不但不替自己的政府说话 不但不去反对共产党的暴政 和不当不正义做法 反而呢 对自己的政府实际压力 要自己的政府做出妥协 以维护他们自己在华的 或者跟中国政府合作的这样一个利益 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的话 实际上现在呢 看来呢 这个因为习近平啊 他现在的这种做法 使得美国各界都产生一个警惕 包括那些和中国政府合作的工作 所以就不是说脸书的公司老板 你开始转变了吗 所以开始认识到 确确实中国政府呢 是一个比较大的威胁 那我觉得其实将来呢 像张一鸣啊 李开复 我相信他们都都会意识到这一点 当这个争论展开之后 那么这个他们会意识到 说实际上是中国政府的 特别是习近平上来的倒行逆施 导致了美国觉得呢 和这样的一个中国 没有办法共处在一个世界上 那么但是特别是像外交部 这些战狼说的更清楚了 对吧 他说你们应该知道 我们就是要搞社会主义 美国当然原来知道你是搞社会主义 但是你不说你要改革吗 而且你说了改革中呢 这个姓赦姓资不重要 这个邓小平说的 对吧 要不争论 就是谋求发展 一心一谋发展 现在你要回到共产主义初心 要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了 当然美国就要调整自己的政策 那你就不要再去怪美国 你要怪自己 所以我觉得按照现在路径走下去 中国呢 也不会有调整性 最近呢 好像王毅的讲话中 其实好像是说 比如坚持不脱钩啊等等 他的这个说法呀 是他的一厢情愿 因为呢 中国一方面说不脱钩 另一方面 其实在几个做法上 有严重的让美国怀疑他的诚信 我们要知道 美国政府在对中国指责的时候呢 他说了三点 第一点就说呢 不公开 第二一点呢 就是不坦诚 第三一点呢 不透明 不开放 那么 另一方面美国还说呢 美国对中国就说 我们要进行对等 对等的方式 来进行这个 要相互对等的方式来 如果你对我这样 我就对你那样 比如像去 你对我的记者管控 对外交官警管控 我又对你的外交官警管控等等 反正美国用这样一个方式 鹰派用这样一个方式呢 去环击中国政府 这样的做法呢 实际上就使得 两个 当然两个国家又越走越远 但是这个是在中国 这个中国政府呢 他们首先用的这个方式 至于什么互赢啊 什么叫什么双赢 这美国人不是说 其实他赢的是金灿荣的话 就说呢 所以这个双赢就是 我赢一次 还要再赢另一次 你要输两次 这叫双赢 这个这些呢 其实都是在发生的实际上 所以美国呢 现在他不准备再迁就中国 而中国呢 又现在又表现出来 对美国这个做法这样反感 他一定要他即使你现在 还想跟美国保持关系 只要你不改弦 跟张美国很难 那么最近的两件事 一个就是关于武汉肺炎 这个事情 好像中国老认为 美国是甩锅 但也许呢 川普总统 可能确实有这个意思 但是在这件事情 中国政府不透明 到后来做的那么一系列的 就挺下 就挺 就是让国际社会呀 不耻的这件事情 包括什么 给人弄点口罩 还要让别人公开的表示感谢呀 还要别人在什么肺炎的起源 部下站队呀 等等这些做法 那其实都让这个国际社会 非常反感 还有一个就对香港问题 香港问题上的 他们中国呢 这后面我要讲 实际上也是毁掉了国际社会 对于中国的这种信任 你说你的话可信吗 你说你跟中英签了个公报 最后你说那个公报 不是一个条约 它是一个 这个中英联合法不是条约 而是一个什么意向 一个跟个意向舒适的 这就是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做法 你出尔反尔 只要就叫脸 中国语的话叫 人一负 人一阔 脸就变 像这样一个做法 就使得你 人家怎么可能相比你中国政府 更不要说在台湾的问题上 原来承诺呢 只有在两个情况 外国势力进入台湾和 台湾独立的时候 才会对台湾用武力 一国两制的井水不犯河水 现在说要搞 这个不是井水不犯河水 要搞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 要接触到台湾 而且在台湾内部去进行一些操控 就跟在美国的社会进行一些操控一样 还有呢 就是说 如果对台湾海峡要用武力统一 这些呢 其实都是已经违背了当时 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 达成的一些 私下的一些协议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像在南海问题上也是 所以种种迹象上 让国际社会呢 没有办法相信 那最后的结在哪呢 就是我在想说 其实这个战国为止于何处呢 我觉得如果照现在这个趋势走下去 两国呢 这个冲突会越来越多 发生局部的热战 小的军事冲突之后呢 美国可能还要成就以资敌罪啊 可能会对大规模的 去对这些亲共的势力 包括自己国内的人 要进行一些勤算 中共呢 可能也会 这个对中共来说是轻车俗路 对美国比较难 像麦卡锡的 这个东西对美国要跨越 好多制度上的 和这种这个人的观念啊等等 还有多元力量的制约 但是对中共来说 这种独裁或者举国体制的很容易 就会要追究海外关系 所以那我是觉得呢 说这场事情对抗下去 实际上所有的利益都要受到冲突 那最后怎么办呢 我觉得就是 我并不是因为我是民运人士 我觉得必须要改变 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 因为确确实按我前面说法说 改变这样的制度 其实并不说 首先不是对美国好 而是对中国人自己好 我在前面讲了 张一鸣先生的内涵段子 对吧 你被取缔了 那中国政府有什么理由 他就是互联网 他可以随便定个 这个就可以给你取缔吗 这个这样 李开福先生说的很没道理 就在这点 好像说中国政府可以口喊天下 他可以胡乱制定一些 毫无道理的规则就可以 然后他就叫油 他就好像他什么油法了 他是依据法律 那叫法律吗 那是恶法 那是违宪的 就是按照中国现在的宪法 那也是违宪的 让中国的宪法学家 真的宪法学家去解释 要给李开福先生上一堂课就知道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上头呢 中国政治度改变 才能够使得中美两个国家 中国和整个世界能够和睦相处 那么另一方面 我觉得首先使得每个中国人 能够获得一个自由 获得一个解放 只有当每个中国人都获得自由 和解放的时候 美国才会相信中国 那时候当中国人 可以在自己的国家 起诉一个政府 就像美国人能做到这点的时候 这时候呢 中国政府的承诺 才是可信的 因为你这个政府 一旦违背承诺的话 你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你会受到宪政的制约 所以我觉得变更中国的政治体制 对于我们中国人的福利来说 福底来说 对于中国和世界和平相传 特别对我们海外华人来说呢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好 我现在呢 第一段我就先讲到这儿 这一段我忠心的讲法就是说 实际上美国政府对于抖音这个开刀 是以华盛顿鹰派的一个开始 这个过程实际上往下发展 美国会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 会对一系列的 这些在中美两国中交往的事情 都要进行清算 那么在这种清算中间呢 这个我要说的第二件事就是 中国的海外华人世界 像不光是企业家了 实际上都会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 都要去站队 而站队的结果 不论站在哪一方 都会受到另一方政府的这种制裁 第三个呢 这个趋势呢 不会因为美国的大选 会有根本上的改观 那么这个 但而也不 这个在习近平的这个领导下 在他这个所谓的举国体制下呢 只会越来越恶劣 第四呢 最终的出路 是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建立起一个 让中国人获得解放 中国建立了法治 然后中国就能跟世界和平相处 别人可以放心的跟我们在一起 共同的生活 我们尊重别人的生活方式 别人也尊重我们的生活方式 因为我们是共同的生活方式 我第二个话题我想讲一下呢 就是最近 林郑月娥呢 宣布呢 本来该在九月份举行的香港立法局选举 加后一年 那么他在解释这个决定的时候说 是因为出于疫情的这个需要 那么因为呢 他担心如果进行这种投票的话 疫情会扩散 还有呢 他说呢 由于疫情的原因 由于隔离措施 使得一些本该可以来投票的人 无法投票 我觉得呢 他的这个说法就站不住脚的 尽管他也举了 比如像英国 澳大利亚 也都有押后选举 但他举的像这些内阁制的 英国 澳大利亚的例子呢 这些国家本来就有一个 能提前选举 或者推后选举的问题 因为比如说 如果当内阁被不信任的时候 那么就会解散内阁 提前进行大选 然后再选出一个新的政府 这些国家本来就选举的 不是那么这样 比如像美国呢 像最近川普总统就说过 他是总统制 他是宪法里规定了选举的时间 当川普总统说 他要说出于疫情 需要需要推迟 马上他遭到了两党的联合反对 包括他自己的党 就共和党的这种强烈的反对 于是他收回了自己的意见 林郑月娥呢 他又知道呢 香港的选举 是在基本法里规定好的 多长时间选 在什么时候选 他这种改动呢 实际上是 违宪的 违背香港基本法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 就是他如果真的出于疫情 需要的话 他应当开一系列的专业会议 因为毕竟这个事件 还有很多国家 继续按照在疫情严重的 比如美国是实际上 最严重的国家 继续按照原来的 这个宪法要求进行选举 那就是需要专家呢 提出一系列的意见 或者防护措施 林郑月娥并没有开 任何的专业的听证会 说明他并没有听专家去说 有没有措施 可以既保证选举如期举行 又不会使得选举成为疫情 扩散的一个机缘 但是他没有做这件事 就说明呢 他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疫情 防控疫情的需要而押后选举 那他不是为了这个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他是需要一个时间 利用国安法去对泛民派进行打击 我们知道从去年呢 反送中运动开始 台湾的民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 在年轻的勇武派的带领下 台湾的民意开始对中共啊 对于现在的这个听命于中共的 这些政府 这个林郑政府呢 表示了极大的不信任 那这个过程中呢 他们后来输掉了 这个地区的这个选举 那么区选举 那么这个选举实际上 又意识呢他们可能会失去九月份的 这个立法局选举 如果他们真的失去立法局选举 当时别人就当时很多泛民派就说 让我们呢把战场从街头转到 这个选战 然后最后转到这个立法局来 一旦要是立法局的选举输掉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台湾 就要为香港呢可以合法变天 也就是说香港人民将可以依靠立法局 来和共产党进行周旋和斗争 这样的话就使得呢 共产党就发现九月份的选举 实际上已经关系到香港的未来 所以他们在提到 比如对党族港独啊 等已经围阻啊 对于反大陆这两个吧 他们最近包括国安法这个通过 和以及实施国安法中 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这方面 其实两个顾虑 一香港会成为反对大陆的基地 谋求改变大陆政体的基地 第二呢 香港可能会走向独立 这两方面呢 他都需要呢 急于赶紧就要通过一些新的立法来毒死 那么最初他让这个派人 北京派员去的时候呢 是想通过第二三条 香港基本法第二条补充立法 但后来发现呢 在当时的这种香港民意的这个背景下 根本没法做这件事情 那是比董 因为我们知道董建华 自己想说之 50万人游行 就导致了建制派的跑票和倒戈 就使得就没法做 他现在比那个时候情况更严重 所以他更不能做这个 于是呢 就采取了中央强行立法 而且中央在强行立法就荒唐到了 连林郑月娥 他们事先都没有看到法案 连对他们都进行保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法通过之后就使得什么呢 就使得香港不能合法变迁 因为所有当选的议员 必须要对基本法宣誓 要宣誓呢 要按照基本法 尊重基本法 我们也知道实际上在 这个四年前吧 是四年前的 这个雨伞运动中间 其实香港民主派之后就大获全胜 拿到了29票 但是呢 因为有六个议员 那么拒绝呢 按照这个香港的这个 对这个中央表示这种尊敬 对中央法会表示 于是呢 被取消了这个议员资格 进行补选 就这六个席位 就都丢掉了 那么这次选举呢 实际上中共通过了 这个香港 这个就是国安法 就作为香港基本法 第三个补充文件 这样就使得 合法变迁不可能 但是 即使合法变迁不可能 我们也知道 一旦打选战的话 你就得尊重候选人的 这个要求 而候选人在阐述政见 可以在街上发动 一系列合法发动一些运动 我自己在北大是搞过竞选 那时候我们可以合法的 可以合理的表达 合法的表达 我们对共产党 对这个毛泽东啊 对共产党领导人的意见 那么其实我觉得 他们担心这点 于是呢 就想把选举压后一年 不让选战本身成为一个 合法的这种反对运动的 一个形式 而在这个过程中呢 加紧用基本法对泛民派 特别对于民主派进行打压 我们看到几个 第一呢 他们现在开始起诉 在反送中的运动中 所谓犯法的一些人 第二呢 通缉了六个在海外的 这些这个 这个就参与反送中运动的人 第三呢 宣布对一些人 反送中运动的人追究法律责任 还有就是对一些这个泛民派呢 取消他们的这种选举资格 那么通过这样一些措施 实际上都是为了在 用一年的时间 以基本法为依据 以这个国安法为依据 对泛民派进行清洗和压制 以谋求在一年后的选举中 中共可以完全掌控选举进程 而不但掌控选举的结果 也掌控选举进程 中共会不会得逞呢 我们后面讨论 但是我觉得 我们做一个假定 即使中共成功了 中共仍然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实际上他这么做 他即使赢了选举 但他也是输的 比他输了选举还要惨 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里有两个 因为一 他会因为 即使他用这个方式赢了选举 他 他用这个香港国安法 对泛民派进行打压的话 实际上他会导致 这个整个国际社会 对他不信任 我刚才已经在前面讲 已经说了 这个不管共产党说多少话 什么我们要谈呢 什么我们是有诚信的呀 你在香港的问题上 你50年不变 你现在就变了 而且呢 你把中英联合公告 你郑重做的 你条约方式做的承诺 你说给废就给废掉了 像这些你都可以耍赖的话 都可以翻脸不认 还可以振振有词的话 人家怎么能相信你呢 那么现在共产党说 我的国安法 其实呢 只是为了惩罚 这个就是港独和惩罚 那些要用香港去 想推翻中国政府的这些人 而对其他的呢 他还继续会尊重他们的权利 但是他现在对泛民派的清洗和打压 明显的是超越了 他说的这两个界限 那就使得国际社会更加不信任他们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本来呢 华盛顿的鹰派在发动对中共的这种新一轮的这个围剿中间 实际上本来是比较这个孤立 但是呢 两件事我觉得帮助了他们 第一件事就是疫情 在疫情中间呢 中共的这种不负责任导致人类这个灾难 而且以后他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 还强制夺理 让整个国际社会不耻 使得自由民主世界呢 开始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跟进 还有就是香港的地 那几乎所有国家都表态了 那原因就在于说这个问题太恶劣 那你好了 你通过国安法就很恶劣 结果你用国安法 又违背你的说法 国安法 它就是一个 就叫做这个防止港独 和这个防止香港成为颠覆国家 中国大陆政权的基地 而是对泛民派的选举本身 选举权力进行清洗的话 打压的话 那当然就会使国际社会进一步不相信他 那共产党你说你今天说多少好话 你也不做一件事 所以彭票沟通跟杨洁实说 你少再像过去的跟我说这些废话和通话 我现在就看你的行动 那么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我觉得他们实际上在香港年轻人那个地方 这个已经彻底的输掉了 因为香港的年轻人呢 不再认他们 这个 我个人在 在这个哥伦比亚大学呢 做比较政治转型的时候 我也比较注意的问题 就是民族主义的问题 民族主义呢 实际上在每个国家政治转型中 都会碰到的 就特别这些多民族国家 或者是由过去的一个靠征服建立的帝国 这样的一个这些国家 如果实现政治转型的话 都会出现分离主义运动 所以呢 我自己对这个方面呢 做了一些研究 那么实际上 一般做对民族主义做研究的来说的话 民族主义作为一个政治上的一个 意识形态的话 他就强调 每一个民族要建立自己的国家 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就是要建立民族国家 National State 来维护自己的民族的利益 而不能靠别的民族 所建立的国家 不管这个国家多么仁慈 多么的说了多少教练话 多么遵循你权利 那么这个实际上 你必须要在自己是独立的国家 你才能真正的比较好 维护自己的利益 自己的民族 才能当家做主 这是呢 民族主义这个要义 其实你看啊 这个世界的国家 多民族国家 以外不强调民族 美国民族 美国人不强调民族 美国人强调就叫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 爱的就是宪法 爱的是他们在独立战争中 和他的独立宣言中 所声称的原则 这些原则是普世价值 他们就不会去强调说民族 因为美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当然在我们看来 白人好像是一个民族 但是在那些欧洲大陆来的人 他们之间是知道 他们是有不同的民族 是有不同的 或者知道不同的社会群体的 所以美国呢 你要说他爱什么 他爱的就是在宪法 和宪法所建国的一些原则 因为他不能声称任何一个文化呀 是一个叫做所谓的主流文化 因为一旦这样做 就意味着对其他的民族 或者一些少数进行了排挤 那么这是 但是呢 世界上在这个转型中间呢 有许多的帝国解体了 这不是说今天才有 中国人有个挑战 我们知道一战之后 奥匈帝国解体了 这个奥斯曼帝国解体了 对吧 中国呢 虽然还是继续就在一战后的 辛亥革命 中国继续不但维持了各个民族的 在一个国家里生活 在中华民国里生活 而且呢 还好像江土还比当时的 这个明朝时期还扩大了 如果要是中华民族 当时的中国的辛亥革命 要按照辛亥革命的先言说 驱逐达鲁光明的话 就是把满洲人赶到东北去的话 实际上中国可能建国之后 可能还真的就像明朝当年 把元朝赶走一样 就是过去中国 中国实现郡县制的这块 实际上当时在清帝国 到了他的后期 只有两块土生 一块是明朝的郡县制管理的 这个地方 还有一块是李帆院 清朝有个李帆院 他管理的实际上是一些王宫贵族 像新疆 西藏 蒙古 还有在这个满洲 就是东北 这些地方还有包括云贵川 这些地方上都是一些独立的 这些这个部落 他们在自己进行统治 只是他们呢 在军事上愿意和政治上愿意认 这个清朝作为宗主国 作为他的这个宗主国 但是而这些国家又经常会发生 这些小的这些部落呀 或者部落联盟呢 经常会产生一些新的领袖 然后产生分离率 我们都知道对准格尔对准格尔的那个争复 实际上几乎就是种族灭绝呀 实际上就是种族灭绝 现在政治学的观点看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在当时的龙玉太后 在在袁世凯的这种逼迫下 他为了换取汉人不对扬州十日 加定三途进行对满洲进行报复 于是愿意不但把这个中国的这个郡县的 这些地方呢 交给了汉人 而且把自己藩院管理的广大的 也交给了中华民国 所以中华民国大概是在这个政治转型啊 其他帝国都解体 中华民国实际上是一个这个比较成功的 还把自己过去传统的领土啊 进行了扩张 所以后来中国在对这个辛亥革命 什么对激进主义经反思之后 甚至对辛亥革命反思过 我就说呢 这些人其实还是对历史事实了解的不够全面 辛亥革命应该说是一次就是从袁世凯和龙玉太后达成的这个协议来看 就是那样的一个就清朝退位赵书来说的话 实际上是比英国的光荣革命还要完美的一份文件 这个呢是辛亥革命的压力 但最后的结局是双方的妥协 那么换取了后来现在中国的问题 但是呢这个本来呢中华民国要好好的做下去的话 其实我觉得像西藏啦新疆啊等等这些呢 实际上都还是可以在中国这个这个领土上慢慢就变成一个国家 但是中共都夺取政权之后呢 采取这种道行 你是使得呢这些地方又开始产生了新的分离主义 我举个例子就像新疆 新疆过去像是好多民族好多部落的 像南疆北疆什么都不一样的 它就是过去历史上起义它的这个也不大 之所以一个新疆的概念和整个的整体的维吾尔概念 就是因为中共在这种暴政下 把这些人变成了一个相互进行的这种认同 那么我们我跟在这的新疆的人也跟他们聊过 他们讲说实际上呢 穆斯林实际上是有两 就是大体上有两支 一直就在阿拉伯沙漠的时候呢 他实际上是非常就是原教旨的 那么一旦他进入了美索布达米亚这个之后 比如伊拉克呀 什么这些进入之后 他建立的世俗帝国像都是非常世俗 所以我们知道在欧洲人的神话 一些神话中间 一些传说中间呢 实际上他这个阿拉伯世界都是很有钱 没有人谈他的信仰 都是谈他的钱的 他非常有钱 所以新疆这一支啊 实际上是非常世俗的 不是那一支就是非常前景 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你们汉人都还是穿着绿的和蓝色的时候 新疆的姑娘穿着花花绿绿 对吧 所以这个而且呢 爱跳舞啊 喜欢生活 热爱生活 现在的新疆的原教主义主义兴起完全是共产党 这样的一个倒行逆施 就使得呢 新疆的传统的这些 像他们现在判刑的这些 实际上都是那些主张 这个就是新疆保留自己的文化 但另一方面呢 他们其实并没有什么这个原教主义 不是原教主义 但这些对这些人打压 就导致了原教主义的这种兴起 在新疆 那共产党真的是一个罪 是非常罪恶的一个东西 他就是非常粗俗的 非常野蛮的去采取一些政策 就导致 其实把那些民族中间 本来有的一些比较精致的 这些传统的那样的给打掉 打掉的结果 就使得这个民族新产生的力量 其实就变成了那样一些比较激进的 原教主义的 而当然对共产党的时候 也没什么好处 特别对汉族 对我们这个中国来说呢 也没有什么好处 所以这个新疆呢 我们知道西藏呢 因为西藏有个藏传佛教 他不会走那么极端 但是西藏在海外的运动上 他是很极端的 所以在这方面 我觉得呢 说这个因为有 我注意这方面的东西 所以我做了一些研究之后 我就发现呢 这些这个真正的这个民族独立也罢 什么这些罢 其实它真正的基础啊 不是什么这个 什么东西 客观的东西 它就是一个主观感情的认同 我在这个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 我在学民 就是比如一些民族国家的基础 民族的这个基础之后呢 那么到底为什么为根据呢 其实最完整的一个定义啊 最完整的一个 还是大林给出来的 他就说到了血缘了 说到了地缘了 说到了文化了 说到语言了 他把所有因素都列出来了 就是说你能想到的 能够让一个民族互相认同的都列出来 做一个国家建国基础的 但是到底哪一个东西成为什么呢 这个呢 其实在历史上有很大的机缘 有很大的 有很大的偶然性 这个一般来讲是跟它的历史经验和历史的有关系 现在就是共产党呢 这60年或者70年的这种专制统治呢 给世界上给这个中国的 这个境内的一些少数民族造成一些共同的情感和经历 那么使得他们呢 相互认同 而他们对共产党这种暴政的这种反对 就开始逐渐导致了要脱离 整个汉民族的这样的一个统治 这个其实在辛亥革命之后 本来如果他们要独立 他们本来是有一个机会 后来没有独立 就说明这个当时他们还没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共产党这种暴政造成的 那么共产 这个实际上香港肯定有这个问题 照理说呢 像台湾呢 其实我们已经产生了 我在讲 上次在这个蔡英文这个总统又当选的时候呢 我曾经解读过台湾的悲情 这是台湾独立的来源 其实台湾呢 跟我们是同温同种 你说台湾人 就是闽南人 闽南人主体也在中国 台湾的另外一支 是客家 客家人的主体也在中国 他的语言 各个人 连他的神啊 什么妈祖 其实都是来自中国大陆 他其实有一些花和鸟 是台湾本有的 台湾高山族 当然说他是 他好像是这个自己本地 但是呢 真正台族的主力呢 不是高山族 实际上是闽南族和客家 那么这两块 这两块人群 本来他们并不是 这个不认同中国 就是因为呢 那这里面 确实国民党的二十八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直到中共的 这个对台湾的政策导致了台湾人 那么最后开始寻找自己的 这个身份 于是不准备认同大陆 而希望呢 这认同建国 现在香港呢 又被共产党逼到这个路 香港的年轻一代 现在越来越不认同于大陆中统治 而且呢 希望这个 我记得在香港 在去年的时候呢 这个周永康先生来的时候 就是说这个 当时跟那些香港人说 让我们用美丽的粤语 这个就是 我当听这话的时候 我就知道呢 香港的年轻人 实际上现在在情感上 由于共产党的暴政 你和大陆产生的苏黎 其实一个国家呀 能够建国的基础 你什么语言 什么文化都不是最重要 人们像中国种多民族国家 这个从来不是单一的 最主要就是国家认同 而国家认同是 在很大重要是取决于 你这个国家 给它带来的历史经验是什么 如果假如给它带来 是这种痛苦和伤害 那么它就不认同这个国家 于是这个结果呢 就会导致分离主义 所以我觉得共产党 这么走下去 可能会导致香港啊 就会年轻人也会走远 所以我在讲说 共产党它本来想通过 这样一个方式去反港独 但是它最后由于 它不讲道理 它采取一种野蛮的 镇压的方式 而且不遵守自己的 自己承诺 就是一国两制的承诺 不遵守中英联合声明中的 基本原则 不遵守自己在 还比较处在上升状态的 对香港人民的 取得这种关于自治 完全自治的诺言 不尊重这种井水 不犯河水的这样一个说法 最后呢 导致了香港人呢 开始反抗 再又它用暴力镇压反抗 导致香港人 对大陆的这种政策 对这个大陆任 这个政府的这种认同啊 就开始淡漠 而且产生了反感 那最后使得呢 香港的年轻一代中间 港独的思想会发展得很快 我在这里 所以我在讲说 其实香港问题最后的解决 我不能说呢 就是民主化了 就可以真正的 就可以解决香港独立不独立的问题 但是确实民主化之后 这是我们可以去缓解 像今天呢 在香港和大陆存在的 这样这个年轻人对 这个大陆政府的敌意 把它迁就于整个大陆 这样的一个 会缓解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所以我的结论还是这样 香港问题最后的解决 也是取决于中国大陆 能不能民主化 只有一个民主的 这个尊重人权的 一个大陆的这个政体 才能够让香港人 能够真心的去认同 这样的一个政府 和这样一个国家 好 那么简单的说呢 在这一段中 我想做一个总结 在这一段中 我再说呢 林郑月娥 将香港立法局选举压后 并不是出于 制议和抗议防疫的考虑 因为他并没有和专家商量 而是呢 自己自己做出这个决断 实际上主要是为了 想利用香港的国安法 就是通过基本法 第三个文件 补充文件呢 利用香港国安法 对泛民派进行打压 以便呢 赢得这个选举 但是他这种做法 即使赢得了明年九月 他压后一年的选举 那么他这个结果 实际上是更糟糕 这个更糟糕 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就是国际社会 会因此更加不信任中共 而且说国安法本来 已经践踏了香港的权力 但是你说这个 只对于政治上 要颠覆国家政权 和要搞香港独立 结果实际上 你用它去清洗 整个的泛民派 这些只是要求 香港人能够自己的权力 香港人要有自己的尊严 而并没有去颠覆 中央政府 或者也没有要求 港族的这样些力量 你都进行打压 那就使得国际社会 更加不信任你 另一方面这种做法 也使得香港的年轻人 彻底感到绝望 对于在中国大陆的 这样一个国家 范围媒体 谋求香港人的权力和自治 感到绝望 于是港独会在青年中发展的更快 使得共产党这样是事与愿违 好 我今天就说这么多 谢谢大家 谢谢导播 非常感谢今天能够临时参加 那我们就离开了